老闆说秘鲁菜最早是以印第安原著名的料理为基础 后来受到西班牙人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日本以及中国劳工移民 让当地的料理融入了中餐以及日本料理 也让秘鲁的饮食更加多元了 它们可能是...我觉得秘鲁菜跟我们台湾菜菜很像 它们是用大锅大火炒 就有炒锅的那个炒的那种香味 而且你看它的牛肉部位的关系 所以很软 吃虾摩拉达